這書劇原本就是按照大家發想 然後主角因為從小父母親在外面工作 所以把他交給在山上的阿公撫養 然後在男主角準備升高中的時候 父母親跟阿公討論要把他帶下山 然後在帶下山的這個過程裡面 父子之間起了很多的衝突 那在有一次的放學過後 阿公打斷要過來 讓男主角得知阿公的身體似乎有點違樣 所以跟父親提出了要去照顧他 可是父親卻以你要繼續讀書 跟醫院會照顧這個事情為由而拒絕 那接下來有什麼故事 讓你們大家一起來到現場觀賞